人力境外移入个案 他们是在孟加拉工作的一对夫妻 两个人都是在孟加拉当地确诊后住院治疗 返台入境在机场筛检的时候确诊了阳性 不过只有先生是符合二次裁剪阴性的返台规定 他的太太因为在当地病人太多 他只好出院 违反了二次裁剪阴性的规定 但是指挥中心考量后占卜会开发 戴口罩穿防护衣下飞机的乘客 防疫措施不敢马虎 但15号指挥中心宣布 国内新增两例境外移入确诊 这两位是一夫妻 都是从孟加拉入境 分别在今年1月下旬跟3月上旬 到孟加拉工作 6月12号就是从孟加拉转到马来西亚 再从马来西亚回到台湾 案444跟445是一对夫妻 5月23号案444先在孟加拉就出现发烧 咳嗽喉咙痛味觉异常等症状 妻子案445在5月25号也有发烧症状 两人当地就医确诊经过治疗过后 6月2号裁剪因性出院 但没想到两人13号返台 机场裁剪呈现阳性目前住院隔离当中 回到台湾的时候没有症状 但是有主动跟我们的防疫人员告知 他们两个都有在孟加拉这边有确诊住院 所以当时就是由机场裁剪后送到我们的检疫所隔离 卫生单位也不敢大意 已经掌握夫妻两同班机的机组人员 以及前后两排乘客总共37人 其中11位机组人员需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前后两排26名乘客则是居家检疫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全身防护衣戴口罩 所以有做适当的防护 不过这对夫妻只有先生符合二次裁剪阴性 反抬规定 太太则是因为当地病人太多只好出院 反抬前没有达二次裁剪阴性的规定 指挥中心强调距离发病日超过十天 评估传染给他人的风险大幅降低 因此综合考量暂时不开罚 记者孙瑜 关妮 台北报道